好了,回來 希望大家幫助點贊、訂閱和分享 有幾個留言挺好笑的,我想先讀一下 就是Maynam0707 他就說 議員少出錢,我也出感謝信給他們 其實議員還有約滿酬金的 Tawis Elric 他就說 議員的約滿陳金都給了一封感謝信就最好 哈哈哈哈 清早就說真的不用整天提黃藍的 事情已經結束了,黑暴又被拘捕了 已經受到懲罰了,我的看法也是 所以我是不喜歡說黃藍的 我從來都是... 這是很久已經不想提他們了 Cindy Law就說,這不是借口是明目 因為他們佛善可塵 他們做政治的人沒有什麼政績 就說別人壞了 其實這個...哈哈哈 人家其實已經沒有從政了 他們那些黑暴又那個... 政治的一部分已經沒有了 其實民主黨也收了皮了 公民黨也收了皮了 公民黨簡直是解散了 民主黨還有一些區議員 那些... 說真的,建制派從政的人 根本你自己都沒有什麼拿出來 沒有什麼政績拿出來 就說別人壞了 其實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現實的問題 就是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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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我都... 有時候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就是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 那... Mavic Wong就說 黑暴都上深圳玩 爛型 害國議員呢 都照著Polo 坐外國車 完了 其實... 那些事情其實說真的 其實大家回復正常 做生意 就好很多的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 有些事情根本... 我覺得都不需要立刻搞 就是有些事情根本... 你畫清楚一條紅線 什麼是紅線 那... 說清楚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再在那裡 就是把那條紅線模糊化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最壞的 那... 999有貓用就是做廉價團 至少香港也請一群基本勞工去招呼他們 就算賺不到大錢也賺到少錢 但是... 現在他們就是要歧視那些廉價團嘛 其實就是... 就是... 連廉價團也歧視了 其實... 這些根本就是玩死香港的 其實是很壞的 香港那幫政棍 是壞到貼地的 其實... 我不知道他們想怎樣的 他們是不是想全香港的人 都是拿中援住公屋呢 就是... 是不是想這樣呢 就是... 人人都... 整間公屋 人人都拿中援 那就最好了 哈哈哈 那算了 回來講一下主題了 法國政府... 封面的是法國 法國他就... 因為... 那個... 葡萄酒的產能是過盛的 為什麼產能過盛呢? 其實... 不是因為... 他們特別多葡萄酒出來了 其實不是 因為那些人轉了 那些人現在喝酒的習慣就改了 就不喝紅酒白酒 就轉了去喝... 就是... craft beer 就是那些叫做... 手工啤 或者叫做精釀啤酒 那麼... 現在法國政府拿了兩億歐羅出來 就是去買... 他們... 做多了那些... 葡萄酒的庫存 那麼這個葡萄酒的庫存 買了之後呢 法國政府會怎麼做呢? 現在那些葡萄酒就會拿來... 再提煉過 它裡面的酒精呢 就會拿來生產擦手液 清潔用品 那麼... 其他的那些荒香物呢 就是酒裡面的荒香物 就會拿來生產香水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這樣做了 還有就是... 為了減低葡萄園的生產果值 現在那些種葡萄酒的人 就是種葡萄酒 然後再釀酒的人 政府就會給他錢轉營 舉個例子 如果本來種葡萄的 然後轉種橄欖 那麼... 法國政府就會給他錢 那... 法國他們的農業部長 Mark Fesno 他出來說 就說... 法國政府把這些錢 扔進去這個... 葡萄酒行業的目的 就是要阻止 這個葡萄酒的價格暴跌 希望葡萄酒的生產商 找到其他的收入來源 其實本來是有財政幫助的 歐盟最初是有援助葡萄酒業的企業的 為什麼呢? 要援助呢? 因為... 現在葡萄酒的需求是下降得很厲害的 不只是葡萄酒 其實... 香檳那些其實都是大礙 其實... 香檳早兩年已經大礙了 其實就是 就是... 香檳的人根本就沒有什麼慶祝 其實... 這個世界要有什麼慶祝才會開香檳的 結果呢... 那些人都沒有什麼慶祝 其實疫情已經很壞了 接著又打仗 接著很多人現在生活都沒有回復正常的 都不知道有什麼慶祝 其實就是 所以香檳呢 其實就已經很糟糕了 其實是很糟糕了 現在是很糟糕了 那... 那... 閉遇佳人就說 喝酒都改風向 其實沒辦法了 現在... 那些人... 他們只能夠喝便宜一點的東西 其實你說手工啤是不是貴 因為... 手工啤和紅酒比手工啤都是便宜的 其實就是 這個現實就是 那Raymond D 又玩補貼 其實他玩補貼 就是歐洲玩補貼 其實最傷的是什麼地方呢? 我再說一下 其實就是新世界洋酒的地方很糟糕 新世界洋酒根本... 現在是... 很糟糕 所以很糟糕了 那... KOKIMI就說 好過賭掉它 規劃生產 不要說中國了 其實... 全世界都不會說真的... 就是... 任由那個市場去定價的 這個我一定要說 就是... 有些人說 任由市場定價 那麼... 這個... 不會發生的 其實事實上是... 那麼... 講一下歐盟委員會的數據 歐盟最初訂的基金出來 就是1億6千萬歐羅 那麼... 法國政府就加到2億歐羅 但是... 葡萄酒行業他們都要自己調整的了 那麼... 那時候有很多唐人在法國買了酒莊 現在都糟糕了 那麼... 意大利的葡萄酒消費量 就下降了7% 西班牙就下降了10% 這是歐盟委員會6月的數據 法國的人就喝少了15%的酒 德國的葡萄酒消費量就下跌了22% 葡萄牙... 那個... 葡萄酒的消費量下降了34% 整個歐盟的葡萄酒產量 其實... 它是增長了4%的 哈哈哈... 其實整個歐洲的... 葡萄酒產量是多4%的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些國家 全部分消費葡萄酒都下降了 所以就是大鎖 所以就是大鎖 那... 出手亦不離身 那KOKIMI說 其實我也是 這個是要的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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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牛奶... 過程... 它不會倒的 因為牛奶 它可以做奶粉的 如果它做奶粉的話 它是之後可以變回牛奶的 加水就可以變回牛奶了 其實就是 那... 現在新世界是很嚴重的 新世界的酒又不是特別好喝 其實現在是大L瓦 法國他這樣做 其實看到一件事 就是歐洲也不是很厲害 如果你說歐洲會回復正常 我的看法是有很長時間的 其實人們看到輪郭 不是說是隔離 比較近的地方 就像烏克蘭那樣在打仗 那些人敢不敢亂花錢呢? 我講過實話,人們是不敢亂花錢的 其實喝酒有時候都是要開心才會喝的 不開心的時候,你越喝就越不開心 喝酒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看到的實際情況 就是歐洲又不行 美國呢 他的經濟又好一點,看起來 但是其實 他們的人呢 他們很多東西的消費都是減少了 銀碼升了 但是很多東西其實 這些喝酒,這些不是必須的消費 其實他們是減少了 喏 說到這裏就算了 這個沒辦法 我都講過實話給大家聽 全世界都是不太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來到這裏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拜拜 我看到了 他每次喝酒 都會做到 你們 在這裏 我都不想要 是 也有 你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